这只乌鸦残忍地攻击着鹰宝宝 奇怪的是他们的父母为什么没有守在他们的身边 任凭乌鸦伤害着他们的孩子 原本这是一个温馨的五口之家 仅在一天的时间就损失了四名家庭成员 仅剩鹰爸爸自己独守控巢 而罪魁祸首竟是一只乌鸦 这天鹰妈妈在巢穴看护着三只幼鸟 有一只幼鸟饿了不停地发出叫声 此时鹰爸爸正巧带了一只鱼回来 鹰妈妈结果食物吸心地分给幼鸟师 鹰爸爸还没来得及多看野孩子 就又急忙去抓鱼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竟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 鹰妈妈喂完三个孩子之后在鸟巢休息 这时有一只乌鸦盘旋在他们上空 并对他们虎视眈眈 这时鹰妈妈大声地呼喊 希望可以下退乌鸦 但他更希望的是外出捕鱼的鹰爸爸可以听到 有可能是飞得太远的原因 鹰爸爸并没有回来 只见鹰妈妈突然飞了出去 与其备战不如主动突击 他追着乌鸦冲进了远处的森林 就这样消失在镜头中 过了几分钟乌鸦自己飞了回来 鹰妈妈并没有追在后面 我们从乌鸦嘴里的羽毛可以看出 鹰妈妈可能已经遇害了 乌鸦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鹰爸爸便越发地大胆起来 他用嘴巴攻击小鹰的脖子 而此时的他们毫无还击能力 旁边的小鹰也吓得赶紧往边上挪 只见他的羽毛被一点一点地撕开 这样的动作持续了很久 直到他把目光转移到另一只小鹰 才停了下来 他大声地恐吓着眼前的幼崽 趁他不注意瞬间咬住了他的头 他现在犯的种种恶行 已经足以证明乌鸦的心思 和他的羽毛一样黑了 他又重复刚才的动作 持续了几分钟 直到乌鸦完累了才停了下来 走到旁边叼了一块吃剩的鱼肉 飞走了 值得庆幸的是 最边上的这只小鹰 最终逃过了一些 他张着嘴巴大声地召唤 希望他的父母可以回来保护他们 没想到又把乌鸦引了过来 不过正巧鹰爸爸也抓鱼回来 看到这个入侵者 他连鱼都没顾地扔下就去追乌鸦 而这只狡猾的乌鸦 一直在巢穴附近打转 一有机会便会过来攻击他的孩子 就这样持续了五分钟 第一个受伤的孩子 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在前面的森林里面 悲剧也同时发生 原来是鹰妈妈受伤之后 掉落在地面上 他在挣扎的同时被狐狸发现了 狐狸上前咬住鹰妈妈 任凭他奋力反抗也没有用 最终还是被狐狸叼走了 没有了妈妈 但生活还得继续 下午鹰爸爸捕鱼回来 看不到鹰妈妈的身影特别伤心 一直都是鹰妈妈被养孩子的习惯 让他更加怀念 他直接把鱼扔下去寻找他的伴侣了 这种接二连三的遭遇 都被鱼鹰观察处记录了下来 他们考虑到只有鹰爸爸自己 还要面对众多烈士者 很难养活这两只小鹰 于是决定将剩下的两只小鹰 转移到人工巢穴里面 等到可以独立生活的时候 再将它们放飞大自然 这片鹰爸爸回来了 本来温馨的一家五口 现在就剩他自己了 他久久不愿离开一起生活过的巢穴 看到他东张西望的样子 谁又能体会他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呢 故事结束咱们下期见